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米哥开封 然后呢 在我面前的是一款 老早之前在微博上提到的一款 这个 Philips Philips的一款智能灯泡 这个 现在真的是二十二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 当然了二十一世纪 这个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具的产品呢 出现在这个市场上了 包括这个智能的 智能的门锁 当然了也包括这个智能的灯泡 还有更多智能的这个 耳机智能的 机器人 当然了之前有拆封过一款机器人 今天我们就拆封这个灯泡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灯泡到底怎么使用 剑刀呢 好 在这里 首先看包装呢 可以看到 Works with Apple HomeKit 就是说 这款设备呢 首先是 首先是支持苹果的 这一个家居的这个套件 然后 Philips 然后这边又写的是 灯的颜色 白色和灯的这个 Color Ambience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连接这么多不同的图标呢 OK 然后这关背面呢 大概就讲解了一下这个指导公司 还有一些软件支持 这个背部呢 就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功能 可以看到 这边呢 有个Paint with Light 感觉就是说 应该是这个灯啊 是可以变换颜色的 如果 如果 可能的话 然后可以 说同步你的 同步你的音乐 跟你的音乐呢 一起来这个 Color Light With Music And Movies 就这指功能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 Light for your Well Beings 好像这个灯泡 非常非常神奇啊 可以根据你的 这个生活状态不同 调整 然后 它还有最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晚上你不用自己去开灯了 你可以给它定时 晚上呢 自动开灯 这个东西 这个功能不错 可是万一某一天晚上不在家 怎么办 是不是 浪费一晚上电 好了 大概功能说了这么多 然后这边 说了它这个套件 里面有三个灯泡 800 亮度是800LM 然后还增加一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接收器 还是发射器 这个东西 电流5V 看一下这个 大概就是两件的色温 在这边写着 然后它这个使用时间 两万五千小时 大概有 就算是一生的时间了 因为 人的一生 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好了 我们把它开封 在哪里 我给它这个 哇 终于打开了 叫 Personal HUE Personal Wireless Lighting 个人的无线 照明系统 哇 漂亮 太漂亮 可是 可是米哥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大家能看到吗 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吗 我觉得这两块有点脏 是不是用过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应该全新的产品 为什么会有一些印记在上面啊 这一看就污垢嘛 也就是说这个 东西啊 这个出厂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大概 还有一些这种 就是小小的这个 真的是灰尘啊 真的是 好吧 这个具体还不知道怎么用 先放一边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神奇的灯泡了 神奇的灯泡 这个造型呢 感觉还是不错的 不过摸起来是沉甸甸的感觉 好了 这边有三个 OK 现在把它放到这里 最后当然有一个这个 LAN连线 还有电源 还有电源的这个 转接头嘛 哇 它这个还要这样接起来 当然还有 还有说明书 这次说明书 我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我说明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啊 万一出丑了的话 大家不要怪我 这个应该就是直接 搭上这个好 我怎么吓死我 这个大班阶的 这个突然一个响声 OK 这个 就解决了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干嘛的啊 Personal Wireless Lightning 然后全是英文的 对不起 这张是法文的 所以这个放一边 法文 有多少人会法文呢 当然会有很多人会了 这边可以看一下啊 是各种不同的文 我要找到一个 我能读懂吗 终于这边有中文 我们来读读中文 恭喜您进入HUE的HUE 精彩世界 将光源通电 然后打开 B灯开关 B灯开关 然后插入HUE网桥 然后连接到WiFi路由器 要连接到WiFi路由器 下载HUE应用程序 然后按照说明操作 OK OK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拆封啊 而且还要使用一个使用体验 哎呀妈 好了 为了这个节省点时间啊 或者说把视频做得更精致一些 我们呢 下一期视频当中再见 在这里就一个拆封过程 大概有三个灯泡 然后讲解一下这个智能家居 具体怎么用呢 米格不可能在这里突然就是 突发迹象了 马上就学会使用的话 那样对大家太不负责了 所以为了给大家负责呢 米格在下一期啊 也不是下一期 就是将来的某一期视频当中呢 会提供啊 就是 就是给大家做上一步 就是说这个智能灯泡的这个使用 具体使用这个体验 啊 我也是第一次想知道 灯泡还要制作使用体验 好了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如果你看到啊 任何有关于米奇沃克斯的视频啊 可以告诉我 然后当然了啊 记得多留言 多评论 然后米格需要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